不知道最近大家在訓練當中有沒有感覺剩下來奇的恐怖 每天訓練當中都覺得非常非常的溼熱 你的流汗量比平常多了很多倍 甚至運動表現都逐漸下降呢? 今天這一集就要來教大家如何在訓練當中 透過一些簡單的降溫方式 讓你的運動表現可以續航得更好喔 首先先跟大家聊一個觀念 常常在以前會有人說在運動當中到底可不可以喝冰水 甚至在運動中喝冰水可能會導致 以前會有人說痠痛 還是導致你會有點感冒的情況出現 那到底該不該喝冰水呢? 其實在最近的一些研究顯示 運動中喝冰水可以有效的降低你的核心溫度 那當核心溫度下降之後 對你的運動表現的續航就可以延續的比較久 對你來說運動表現就可以更好喔 所以就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在訓練當中在這麼熱的天氣情況下 記得按時要做補水的動作 那補水的頻率呢 大概是每15分鐘到20分鐘就可以做一次補水 每次大概是100cc到150cc 就大概是一口的量 所以不要覺得 我可以忍耐很久都不做喝水的動作 跑個10公里跑個1小時 這樣的情況 可能會導致你在訓練到後段的時候 體能就會有皺降的情況出現喔 所以記得 按時補水是夏天降溫的第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肌肉交大的第二個呢 就是在訓練當中 你要怎麼透過水的降溫 讓你身體外部的感受 不會感覺那麼悶熱 讓你的續航可以表現得更久一點 那今天要交大的方法呢 首先你要一罐水 拿到水之後 常常你在跑步當中看到 有些人 好熱喔 我就 像這樣撒的到處都是 那 這樣的方式 到底對於訓練中降溫有沒有效呢 其實聽到跟大家講的 就是正確的降溫部位 對你的這個降溫效果也會更加有幫助喔 剛看到第一個動作啊 常常都看到有人就是拿體水杯 就往頭上淋 往身體浇下去 那這樣的降溫方式有沒有不好呢 其實也沒有絕對不好 只是這樣的降溫可能會一下子 就因為你的體溫上升 又把這個熱能降溫的效果給帶走 就沒有這個降溫效果了 通常我們在運動當中 跑步的當下 會把水降溫大概在後腦燒的位置 因為後腦燒 它比較主管是你的核心溫度控制的地方 當它可以有效的降溫了 它就可以達到全身降溫的效果 所以通常我會把水拿起來 淋到我後腦燒的位置 這個時候不僅不會影響我的視線位置 我的臉看出去的水 不會像剛剛就是淋到到處都是之外 它的水啊 其實可以沿著身體往下流 你的身體也可以達到 剛剛往身體浇水的這個方式 所以這個位置的降溫 對於你的身體核心溫度降溫是比較有效的 也不會因為你只有往上淋 往胸口淋導致全身濕掉之外 降溫效果又不好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你要降溫的話 往後腦勺淋上去 還可以透過你的後腦勺往下流到全身 都達到降溫效果之外 核心的控制溫度 這個地方降溫了 其他地方才可以下降喔 OK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在夏日訓練的一些小配備啊 如果你在最近的訓練真的遇到很熱的情況 但又因為天氣逐漸加熱 導致你流汗量變快 訓練的時間都沒有辦法持續很久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這兩個小配備 或許這點都非常有幫助喔 我是你的嘉楊 希望今天的降溫小配備都很有幫助啦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